上百种的手机壳 保护心爱的手机 但这个多了修复能力 拿出了钢铁刷 手机外壳刮一刮 出现了又长又深的刮痕 但神奇的地方来咯 不到三秒的时间 刮痕慢慢变淡 在一下下刮痕消失了 拿出手机计时器 力道一公斤以内 像是钥匙 笔汉 零钱 这些刮痕30秒内全部消失 关键就在手机外层 喷上了一层塑胶漆 把它调成就是 因为那个气的特性是会粘手 我们为了要摆脱这个问题 我们尝试了非常久 对比一般的手机壳 刮上后留下永久的痕迹 但可修复的手机壳 MIT 台湾制造 刮痕30秒内消失 全世界30多个国家贩售 卖出了50万个 连美国的苹果通路 也来下单 我们就研发做一个透明壳 当然我不希望就用久了 做脚会变化 所以我们就加入一个 自我作福的材料 修复保护壳 商机庞大 脑筋动得快 业者也延伸到 苹果电脑上头 但有一群年轻人 乃势凶凶 不甘事若推出了 耐摔的手机壳和手机膜 套上的手机壳 七层楼高摔下来 手机完整无缺 再配上了手机膜 成了加倍的保护力 铁球重极玻璃 承受了5倍的冲击力 玻璃完整无缺 而这块聚合的保护膜 现在开发成为手机膜 毕竟一支智慧型手机 或是平板电脑 价格上万元起跳 周边的保护配备 商机上亿元 也难怪市场抢功 这块大饼 记者 陈子芬 陈欣宜 台北报导